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还有地区嘛 所以我们先分析这个客户好了 像例如说许安 客户名称许安 渔民 因为我只是希望说他不要太多 或者是我们来分析客户类别好了 客户类别 因为他都是消费者嘛 好吧 那我们来分析地区好了 我们来分析地区 刚刚我们是不是只看到一个大方向 就是上海好 天津好 北京好 对不对 可是我们来去看那个大方向 再去看城市 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来看地区 如果说来去看地区的话 那就简单多了 游标放在这边点一下 放在这边的话 他会把曾经选过的栏位名称都打勾 呈现 放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就恢复成一个 什么都没有选的一个空白模式 但是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勾选 你想要用什么图来去呈现 我尽可能的选择 之前我们没看过的图 这前面第一排 通通看过了吗 第二排 至少到这边你都看过了 对不对 双肘我还没介绍 双肘我还没介绍 可是至少我比较倾向 现在机会难得 我们先来介绍第三排 第三排 好 例如说这个图 点下去 你看它像什么 我们把这种图叫tree 好 树状图 树状图 这个树状图呢 我们来去呈现地区 所以把地区打勾 还有地区里面的什么 销售额 应该是利润 好 所以这张图直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利润呢 是在中南区跟什么 华东 华东 中南在这里 华东在这里 可以吗 中南 华东 华北 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接受吧 就是这边点会很密集 就对了 好 这张图告诉我们 就是说 以获利来说的话 是以中南 中南 中南 华东 华东 这边叫华东 华北 华北 那刚刚那边的一个筛选 就不能这样筛选掉了 好 这边 华北 所以这边有什么 有天津 有北京 有天津有北京 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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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一个 广州 然后华东 华东 有上海 然后 华北 有北京 有天津 这个图叫Tree图 好 所以它就会以面积大小来去呈现 面积大小来去呈现 好 开到最大 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呢 这边其实就是画出那个 面积越大的画 代表什么 利润越高 利润的总值 总值是越多的 所以中南最多 接下来是华东 再接下来是华北 好 返回报表 所以第三张图是不是就画好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哪一个地区呢 获利是最高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这件事